那股市出现调整对于我们投资来说什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财经点评 那今天是2月26号星期五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讯息是 本周关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听证的演讲 那在两天的讲演当中 鲍威尔承诺美联储将会保持货币政策的宽松状态 直到经济复苏为止 那关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维持宽松的论调 可以讲说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陈词滥调 那放水容易收水难 是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游戏规则 也是人性使难的规律作用 而这样的宽松环境会是我看好股票市场行情的最大理由之一 那面对当前市场如此强势的上涨动能 对于我们任何一位投资者朋友而言 我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如何利用我们的逻辑与技巧 在众多的股票板块当中进行择有选择 而如果股市进行的调整 那我们应该试试为之后作为布局 而不是一直在进行所谓高瞻远逐的夜观天象与掐之猛散 那我们看回过去任何一个行情的开启 无不是在怀疑与质疑的目光跟声音当中展开的 那在去年一月的时候 我们听到的最大声音是股市不存在下跌的理由 而在三月的时候 那些个主流的声音已经变成 全球股市的崩盘与末日已然来临 那牛鬼蛇神年年有今年今日特别多 那在互联网时代 在一个信息爆炸的环境之下 能够做到独立思考与判断 对任何人而言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那几个月前我看到一则一则视频 是关于是对于我们的一个讨论 那就是在当下的环境 确实是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方便 但是这样的环境 是不是更加有利于我们对知识的学习与吸收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个人是陷入到沉思当中的 那置身纷繁草杂的环境 谨慎选择信息源 谨慎选择那些可以影响我们判断的人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财经点评的所有内容了 欢迎支持跟喜欢我的朋友 点赞与转发 我是GoMarketStyle 我们下期节目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